今天可能想知道要來說的是 手機螢幕的高刷新幀率真的有差嗎? 影片開始前記得按下訂閱按鈕那開始囉 講到幀率這種東西真的牽扯太廣 首先我們先從人開始講 你要看到東西是透過你的雙眼吧 那電腦每秒60張跟144張為什麼你會有差別? 而當電腦效能不好導致遊戲每秒30張 是否又會覺得相當不舒服 就我自己第一次體驗到高幀率是玩射擊遊戲 從60張到144張整體的畫面更為順暢 看習慣144張的螢幕之後再回去看60張的電腦螢幕 就像是LAG一樣的說不出來的怪 人類對於電腦或者電視最低的流暢需求是每秒30張 那你一定會說電腦螢幕跟PS4都不到60張 為什麼我感覺不到不順暢? 這就要說到電影在20世紀推出有聲音的電影時 因為許多無聲電影使用的是每秒22到26張播放 所以我們就取中間值24張作為有聲電影的每秒幀率 從1927年到1930年許多電影公司更新裝置 我們都知道電影拍攝的時候相機有一個曝光時間 假設我們的快門時間是十分之一秒也就是0.1秒 那麼在拍攝這張畫面的時候快門就是打開0.1秒 你的畫面就包含0.1秒的全部訊息 這一幀包含的內容就是0.1秒內畫面所有的變化 一秒能記錄24幀 這24幀每一幀都是模糊的 但是假如你把這24幀連貫起來 它就是完整的動態畫面從A點移動到B點的一個完整紀錄 也就是說電影裡面你看到的每一幀都是模糊幀 而模糊幀是包含了物體在整個曝光週期內的完整運動訊息 才能達到人類覺得順暢的標準 至於PS4或者其他遊戲主機也是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首先主機上幾乎所有的遊戲都是默認動態模糊的 那麼由於有動態模糊的存在30幀所帶來的畫面不流暢 會被緩解一部分 其次主機上是強制開啟垂直同步 都會和電影那樣每一幀間隔都力求完美相同 所以動態視力稍微好一點的了 察覺出PC上面的30幀並不如遊戲主機上面的30幀來的流暢 講了一大堆幀率的影響 那麼回過頭來說智慧型手機用高幀率有差別 我先說結論是一定有差 可是差距不會到很明顯 因為它同時也帶來高耗電 至於值不值得就看各位怎麼想 今天如果你玩的遊戲有支援高幀率 而且你的手機螢幕也是支援高刷新144張之類的 這樣子兩兩搭配才會有最佳的發揮效果 如果你拿的是160張的手機螢幕去看YouTube 或者是Facebook並不會更順暢 你用160張的手機螢幕打字也不會比較快 今天如果你只是看小說或者漫畫 給你240張的螢幕或者60張的螢幕 都是一樣的也分不太出來 所以現在買高刷新螢幕的人是不是虧大 的確虧了不少 你空有螢幕但是卻不能榨乾效能根本沒有 好比你買了一台可以跑300公里的跑車 結果各個地方限速60公里 基本上高幀率這東西 你觀察一開始都是由電競相關先開始 商人需要新的賣點 不然它怎麼能夠加價賣呢 所以真的要買這種高幀率的手機不是不行 而是等待環境成熟 商店裡的App全部都支援到高刷新才真的有用 要說個結論就是手機上的高幀率就是商人的小把戲 好的今天的手機螢幕需要高刷新嗎 差不多說到這 那我們下一部影片見囉 掰掰